你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郑小超,你现在收看的是天下文章节目,内容来自网络上流行的热门文章。 我现在为大家播报的这篇文章,来自法广,作者,杨梅。 ChatGPT为何如此引发争议? 2022年年底推出的ChatGPT人工智能应用程序是史上走红速度最快的应用程序,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它的用户就突破了一亿人。 相比之下,TikTok在大量的广告推销下用了9个月的时间才达到1亿的用户,而推特则更是花了5年多的时间。 确实,聊天机器人ChatGPT掀起了一股网络热潮。 法国世界报几天前报道说,在ChatGPT的帮助下,法国声音与音乐研究统合中心RECAM的工程师重建了戴高乐将军1940年6月18日, 在伦敦发表的致法国民众的呼吁,因为该呼吁的原始录音已经消失了。 同样,已经去世30年的作家艾萨克·阿希莫夫刚刚接受了法德文化电视台RT的采访。 ChatGPT还可以发明维克多、雨果或者莎士比亚可能写过的诗句。 上周哥伦比亚的一名法官通过ChatGPT提供的一个裁决先例做出了判决。 此外,ChatGPT因为被输入了有些政治以及伦理标准,似乎可以帮助人们更好的思考,它可以阻止出现一些政治不正确的内容。 ChatGPT可以以简洁的形式回答任何问题。 那么,究竟谁是这个有如此惊人效果的应用程序的幕后推手? 其目的是要谋取暴力还是要发动一场全球范围内的人类学革命? 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法广综合各方的报道向大家做一个综述。 首先,ChatGPT由一家人工智能研究公司OpenAI开发。 该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就是不久前收购推特的特斯拉汽车公司的老板埃龙·马斯克。 OpenAI于2015年在旧金山成立。 用ChatGPT自己的话来说,它是一家非营利性公司,旨在开发人工智能技术以改善人类生活。 ChatGPT是一种语言应用规矩,可被用于生成文章、自动翻译、理解以及回答问题等任务。 ChatGPT如何运作? 它通过使用一个称为迁移学习的过程来使其培训知识适应新的环境。 它还使用一种称为注意力的技术,使其在产生反应时能够集中于文本中最关键的部分。 利用这种技术,ChatGPT能够比传统的自动语言处理模型更准确,更流畅的理解和生成文本。 它已经在大量的文本、新闻文章、小说、剧本以及在线对话的语料库中进行了训练。 这使得它能够理解对话的背景,并提供相关和连贯的回应。 ChatGPT结合了人工智能和语言处理,在人类和机器之间创造对话。 那么,如何使用ChatGPT应用程序? 您只要在OpenAI公司提供的网址上https-chat.openai.com-chat注册,就可以免费使用,可以使用多种语言。 ChatGPT能够被用来为社交网络生成内容,为公司创建聊天机器人,为电影或文学写小说。 甚至可以在几秒钟内即兴创作一首诗。 旅居美国的中国网红罗玉凤,做了一个有趣的试验,他向ChatGPT提问道,习近平能够连任吗? ChatGPT的回答是,根据中国的宪法规定,中国国家主席与副主席的任期为两届,最长不超过十年,因此,某位国家领导人是否能够连任? 需要根据具体的宪法规定与相关法律法规的解释进行判断。 罗玉凤因此推断说,ChatGPT在墙内迟早会被封。 不过,此一试验或许只是验证了该应用程序收集的有关的中国的信息并没有更新。 输入的内容是在中国修改宪法之前,也就是2018年之前的中国宪法。 当然,可以肯定的是,ChatGPT输入的数据大部分来自西方, 由此演绎的推理结果也大致接近于西方推行的普世价值, 因此,ChatGPT很可能不为基百科等开放自由的网络信息源头的后尘, 也就是说最终遭到当局的封锁。 ChatGPT威胁人类文明。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ChatGPT在西方信息自由的国家也遭到部分封锁, 但封锁的原因却不尽相同。 巴黎政治大学SciencesPod就在1月27日宣布禁止学生使用ChatGPT完成任何书面作业, 或课堂演讲文稿,除非是出于特定的课程目的,并有课程负责人监督。 违规使用相关软件的学生面临被开除甚至可能会被驱逐出法国高等教育体系。 校方解释说,此举旨旨在防止学术欺诈和剽窃, 美国纽约市和西雅图的部分公立学校也已经禁止使用ChatGPT完成作业, 一些美国大学宣布计划增加手写论文和口头考试。 此外,ChatGPT的广泛使用或将引发一系列的社会效果, 例如,记者、剧作家等等担心自己的工作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除了媒体行业外,ChatGPT在法律、教育、编程等领域展现出的惊人创作力同样会影响到律师、教师、程序员等职业。 然而,比事业更令人担心的是,ChatGPT那令人恐惧的野心。 就连他的开发者OpenAI的联合创始人马斯克也在感叹, 很多人疯狂地陷入了ChatGPT循环中,我们离强大到危险的人工智能不远了。 法国研究网络科技的哲学家埃里克·萨丁近日在世界报发表专栏文章警告说, 一种工业化语言正在取代人类的语言,对人类的文明构成威胁。 作者认为必须强调尼采曾经提出的问题, 究竟是? 谁在说话? ChatGPT语言被剥夺了其重要的动力, 是否传达了一种基于简单概括性和功利主义的世界观? 或者,恰恰相反, 我们每一个人的独特地来自我们的精神和感知的声音, 才是唯一能够与他人和现实建立,积极地联系。 他认为,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应该提出语言问题, 作为当今时代的主要道德、政治和文明问题。 最后, 中国到目前为止, 尚未出台任何禁令, 不过, 中国网络公司正在迅速推出ChatGPT的中国特色版, 正如当初百度取代维基百科一样, 中国媒体报道说, 百度即将推出被认为是中国版ChatGPT的大模型新项目叫文心一言。 以上是今天天下文章节目。 天下文章来自网络流行文章, 我们尽可能著名来源, 如有遗漏, 请在节目区留言告知。 谢谢大家收看。 如有任何人不同意播报你的作品, 一请告知。 我是郑小超, 谢谢观看。